一个梦 你我曾拥有 愿我 世界上的酒 好好听 深深的安慰 听听相爱的 你你懂啥 老妈我在直播 哈哈哈哈 唱我爸歌声好听吗 小爸在公司 来 今天真的不能看什么意思 今天太丑了吗 哈哈 可爱呀 不是吗 这个不辣的 就是正常的那个火锅酱不辣的 夸张我不吃 哪里他们的火 有很丑吗 我只是肿了一点而已 有很丑吗 啊 你们说我丑 我丑了 有很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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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杭州 我昨天还给你们直播的 我怎么可能回家 你们能不能不要只关注我 衣服 我们嫌丑 我们交流感情行不行 我这个衣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围嘎子 我们那里的话叫围嘎子 就是一个 炒菜 炒菜的时候穿的围动 你们怎么知道我去切头发了 我昨天下播之后 去把头发结 我昨天不是迟到了吗 是因为我去接 我去重新弄头发的时候 后来 大爷妈突然来了 然后我就来不及了 我就回去买 面包 然后堵车 就直播迟到了 后来头发又去卸掉油 那个碎发 很丑 我忍不住 所以顶着很丑的头发 直播了很久 然后我就下了播之后去 接起来了 应该穿下期新品 宝宝们 虽然我是一股卖东西的驴子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的 这么的 现实是不是 就是给你们都是要卖的东西 这样子好像很 剪得我很私利 鼻子很奇怪吗 哎对我鼻子真的有点小 我应该去 你看我的鼻子如果是这样子 尖一点 这样 这样 翘出来一点 好吧 我肚子还没化 你们肯定是看我今天丑的 对我 对我不够热情 这双眼皮不是疙瘩 自己的双眼皮 我爸爸在听歌 我昨天真的 就是太累了 我到现在还没回复过来 我准备吃完以后继续睡 我睡了一天了 我就有一点就是头晕 失血过多 看一下火锅啊 可以的 这是我淘宝上买的 去买了有一年了 淘宝上买的个小锅 本来想是煮点泡面之类的 没想到 我妈拿来煮这个小火锅 还蛮不错的 是不是 然后这是猪肝补血的 然后这个是我妈给我特制的一个 骨骨杂粮 特别好吃 很方便对不对 我也觉得我买的这个锅 太方便了 之前我只是在淘宝上看到 人家早上煮早饭啊 泡面什么的那种 也有这个小锅 这小锅这很方便 进不去的是什么意思 小锅 我不是小锅 来看一下 嗯 由于我跟你们突然之间直播 然后我们店长发消息我都看不到 我要换一个灯 我这个处理的地形一样 我没看到 没有 跟小爸吼着呢 女生女是独生女是吗 对是独生女 我爸妈跟我一租在一起的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记不记得我梦星 他们说声音太大了 听不到我说话了 好的我要我把鼻放小一点 我看一下店长给我发什么 我们在讨论那个 嗯 我们在讨论五月份大上新的给你们送的礼物什么的 还有些老粉至尊粉的一些 就是店铺消费 那个至尊的一些东西 准备定做一些 花呃我们刚才算出来我要送的话就是把要花个十万块钱 肉疼 然后我们再算 十万路都不止 要定做一些东西 对我爸很帅的 对我爸很帅的 我刚才他们说 小爸爸很帅的 真的我爸很帅的 我爸他说自己不好看 不要把他发出去 看爸爸 他们要看爸爸 我爸 你看我爸小爸是一样的 就是不允许别人拍的 就死活不肯出镜那种 三二一 我穿这样吃火锅啊嗯 也不热的 因为我穿个短袖 爸妈说我穿太少了 美白身体乳啊 我小号有发过 我写了很长的一段给你们的 你们肯定没关注我去关注我的小号 肖大哥太胖了 你们往下翻一翻 就这几天有发的 就是很长的一篇文章 一周之前吧 吃饱饱啊 嗯 小爸这公司啊 今天不是上星嘛 他们不是做运营的什么的 都要在店长面前盯着后台嘛 嗯 我吃的 我吃的 冬瓜 上羊肉 再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快没有了 还有我最爱的土豆片之类的 还有粉丝海带 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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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糕 豆芽 豆芽 豆腐 豆腐 白菜 白菜 娘 嗯 刚才 想起来刚才有个宝宝说 我不接睫毛很 是 你接睫毛是因为我们不是出拍照 我们每次都 她是有眼睛 嗯 晚上都要弄图啊 弄搭配啊 弄到两三点睡觉 然后早上六点多就起来 所以每一次就是 出去拍照真的是半条命都没有的 然后 所以就希望在早上化妆的时候呢 节约点时间 所以我就接了睫毛 接睫毛这样子就是 刷点眼影啊 然后眼线瞄一点点眼尾或什么 就很快了嘛 我觉得这样会方便一点 然后刷睫毛每次洗 晚上也要很长时间 沙漠 我现在要不嚼就咽下去 其实我嚼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之前直播啊 他就是容易吃东西的 身影放大 然后说巴基嘴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其实我嚼了 但是不知道在里面给你们的感觉 就是好像没有嚼 那是嚼了的 嗯 新模特不拍了 我再重新找模特 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嗯 给我发照片 嗯 嗯 那个模特他自己去开店了 嗯 嗯 他们说爸爸唱歌好听 再回首我心依旧 我有智齿 我跟你们说 我拔智齿的时候是 大概三年前的样子 已经就是 年纪蛮大了 才去拔智齿 因为我的智齿也都没有肿 没有痛 你知道 然后但是呢 他们说拔智齿脸会小 我就相信了 可是我觉得 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因为 如果你的脸本身大 真的是因为这个智齿 弓起来的 那确实是拔了可能会小 但是你的那个 嗯 脸大 比如说是个骨头啊 或什么 它不是因为 嗯 智齿 其实你拔了根本不会有太大的 那个 那个的 嗯 智齿必须拔吗 他们说智齿必须拔吗 哪个智齿 智齿 啊 必须拔吗 嗯 必须拔 为什么呢 最好吃的 因为他会到一定时候好像会 会肿会痛的 一寸凉就疼 一一着凉啊 或者又不舒服 很容易痛 姑娘你吃饭了 我也饭了 你看我在吃 我妈跟我弄了我的骨头 小胆痛和迷糊 在悠悠患 分散不不重 追患 而知道 一段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 荒蓝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能让无尽的创路 绑着我 我跟我爸一样 特别喜欢唱歌 像我爸和我爸一样 没事也喜欢唱歌 对啊 就是你要去医院看 我跟你们讲 就是 我去拔智史的时候 有一边很好拔 上下医生跟我 找一个院长拔的 医生说 不可以就是同时拔 因为就拔智史 就是他要你休息个几天 就好像是对身体 有一点那个影响的 但是我因为那个时候 工作很忙 做模特嘛 答应客户的档期 我就拔了之后 直接去拍照 就 那时候可能年轻嘛 其实可能有一点累的 但是 自己感觉不到 透支的那个身体 然后我拔了两边 第一次这边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二次 就肿得很厉害 就不舒服了 是因为我这边的那个智史 是横着长的 它要敲 就弄碎 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好长时间 拽呀拔 就是你知道 那种感觉 没有牙齿吃饭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那医生跟我说说 还跟我讲说 拔了以后要我去挂盐水 会发盐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我有个朋友拔以后 一直出血 我第二次拔的时候 后来也是出血 吓死了 但是我不是那种真的出血 就真的 很难拔 然后它也流血 我没止好 然后我以为 啊出血怎么办 然后已经下班了 然后冲过去 啊怎么办 啊 啊 啊 我失血过多了 我心中无法抹去 我忍住不哭泣 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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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的 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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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洛丽 星人 录下无落 Abu 冲路 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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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就需要 你不用长得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要抢我的衣服 你要人有那个气质 就是要有气质 然后有那个身形的感觉 我再找的 再找的 不是小爸在公司 我刚才已经回答了好多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爸 皮号非要说我离婚 我也是罪了 要让我爸妈证实一下 好不好 他们说我 他们说我跟同眼睛离婚了 你快帮我证实一下 离没离吗 离没离 没有的事 他说了没有 你们发现不信怎么回事吧 就是跟我爸一样的 不喜欢出镜 你知道吗 就是别的人可能会 都发的 但是 就是他就不喜欢拍他 然后他不喜欢在 这种东西面前 就是 不喜欢讨论 反正人 有的人就这样 他们说爸爸好帅呀 好帅呀 我就说我没整容嘛 对不对 爸长这么帅 我爸在这个镜头里 真的很帅呀 再来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帅 这里这里学你 真的很帅 妈呀太帅了 这么帅了 你跟我爸长得像不像 我妈上 我笑妈妈 我妈就录了那么一点点 我笑妈妈 哎呦 一定不是我 至少 我觉得我是真的很想找多点模特的 因为 但是我的衣服的模特真的很难找 一定要那个 一定要就是有那个自己那个 你们知道的就我那种装逼的调调就是那种 又可以甜美 又可以 大哥 种那种感觉的女生 不是特别好找 你知道吗 就是可 汉子可可爱的那一种女生 鞋子 我每次鞋子和包包卖的都不好 所以出的都很少 然后真正我自己喜欢的鞋子啊 卖出来最起码都要四五百 因为我喜欢那些鞋子都很个性小众的 我买回来去打板全部都是要订做的 然后到时候要买 哇 它好黑心啊 价格那么贵 因为我跟你们讲啊 就是拼多多跟淘宝竞争很厉害 现在淘宝就是对于那个扶持那种很便宜的商家了 就是我们的流量就很少了 就大家整体网红店都开始就是有点不是以前那么好的 因为但比如说这个流量池就这么多嘛 它会每一年扶持 比如前几年扶持网红店 然后扶持天猫店 然后就是大家这个整体的首页推给你的店铺啊 什么这种 其实很多东西都很便宜很低价 你看到我们的东西就觉得超贵 因为老粉都知道咱们家做很多东西 就是品质比较好 然后一些东西全是买回来 国外买回来定做的 就不是那种市场能拿到的那种面料 然后我们也不是那种 像珊珊他们一卖就几千上万的那种大商家 就你起定量没有那么大的话 它的单件成本工厂也会高的 但是我们给到你们价格 说实话每次为什么我很生气 就是我们成本真的高 但我给到你们价格一定是我就加一点点利润 只要别亏 然后有点能挣点钱就行了 然后就先把要把买扎先维护起来嘛 对吧 但每次你们还说贵贵贵贵贵 那真的没办法 其实我每一年做衣物大概好几年了 每一年都是 都是说没有前一年的好看 其实都这样了 说实话 我看那个好多网红几下留言也是这样子的 我看那家耳士 可以 Rick 这个地方 我看它很支持 别拿这道张 衣服 해서自己开店了 超佳耳饰做工质量也很好 这耳饰真的很好 耳饰其实怎么说呢 你耳饰也就几十块钱的东西 说实话也没有什么 特别好也不好吧 就那样 昨天我们 昨天我们试了一下 就是在店铺直播间 就是突然之间的一个 没有预告性的 我们拿了一些 以前卖的很好的老款的耳饰配饰 和我下一期将要上的 新款的最好看的配饰 去做了五折秒杀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抢到 我昨天吓死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这个耳饰和发奖 我不是刚刚才拍的 不是五月份的新品吗 店长说要做一个测试 看你们看直播 有没有就是 一直持续的看直播 然后呢 就说看一下放出去 哇我可心疼了 那种新品啊 这是我觉得 下一期新品里面 已经相对排名前十的好看了 你知道吗 我的妈呀 我当时震惊了 为了不要显得我很抠嗦 我其实是掩盖了我 受痛的心 因为这样子 其实我们家也不指望说 能跑多少量 如果真的能有爆款 那也有爆款 因为爆款 我也希望每个东西能平均卖 然后你们买到喜欢的就行了 我也压力不大 其实卖的越多库存越多 然后 做衣服来说就是 你没有 库存控制的好 就真的挣到钱 有的就是卖的 很好 库存控制不好 钱都在库存里 库存又会贬值 所以真的 我现在已经 过了那个特别想要充 特别高销量的那种 阶段了 就是经历过这些之后 就像那一年 我们卖那个爆款的裙子 蕾丝的那个 初恋裙 就没挣到钱啊 因为那个卖上万件的 但是那个裙子的 我们卖就三百多块钱嘛 它做就是两百大几了 加上包装费 加上这些所有的公司人员 这种物理什么些损耗 然后我们又投放很多广告 其实真的是 没有赚钱 然后去引流 就是把流量引进店铺之后 可以看到别的东西 靠别的衣服正常赚钱 完全是这样子的 然后 还不如就是踏踏实实的卖 然后你广告费少花点 今年我没怎么投广告了 所以好多人说 哎呀怎么 怎么好像 感觉销量不是特别多什么的 是真的没怎么打广告了 很少了 我老公在公司啊 白色裙子确实便宜 哪个白色裙子 我都不怎么直播衣服啊 我播的宝宝 前几天不都在播吗 宝宝你没看吗 可能是微博没有直播衣服 我都是在店铺直播的 其实宝宝就是每个 也不能说哪一家的质量好与不好 是我们每个人对你想要的衣服的品质 就是有你自己的一个判断 就比如说 我也会买那种特别便宜的衣服 但买回来 我觉得款式很好看 很想买 买回来那个品质 是我认为 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它穿在上 走出去 我觉得很丢人的 那就可能我认为这个品质不好 但有的人比如说 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不一样 消费水平不一样 那你一个月拿的工资 只够你 你要买很多衣服 只够你平均每件衣服 只能花个两三百块钱买 或只能花一百块钱买 你一百多的和你两百九十九的 你的品质肯定有差 对不对 然后 但是你的生活水平 只能买一百多的衣服的时候 你的认可肯定不是说 这个一百多 你是不能穿上街的 那只能是符合你本身的 就是你的消费水准 对吧 所以也不能说是质量好与不好 就是人家这么便宜的价格 人家做这个质量 他就是OK了 因为他如果要做到像我们 两百九十九这种质量 他一百九九做两百九九质量 他是要卖两百九十九 对不对 所以不能说别人质量差 只能说 你选择什么样的品质 是你的生活选择 知道吧 就是不能说别人的质量不好 是人家就卖给你 这么便宜的价格 你指望他给你卖 专规的品质不可能呀 是不是 人家也得挣钱呀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哪家店便宜 哪家店贵 就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生气 别人说 人家网络店多便宜 你的衣服那么贵 你黑心 我真是超生气 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三观真的很奇怪 就是你不拿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原材料去比 然后你说他家便宜 你家贵 你就骂你 就昨天我想好 为什么生气 就是网上是有很多这个彩虹 这个彩虹裙我们买来是 二月底三月份的时候吧 然后买的时候 我聊天记录都在 本来我气得想发的 就当时小爸 就跟小爸买的时候 我就说 你帮我看一下 他材质怎么样 他说这个质量不好 然后要差不多 我们有那个折扣的话 差不多六千块钱左右 那条裙子 我以为是一万块钱 后来我发现是两个东西 洗买一万块钱 其实六千左右 然后他发给我 我还有聊天记录呢 他发给我的那个照片 然后我说 哇下面都丑丝什么的 然后本来是什么不买的 然后小爸问我买不买 我说买 因为太好看了 而且不是我的马子 我买的 也买了 就是想做给你们 你知道吗 就是想做给你们 然后 而且那个裙子 就是因为很 我觉得 我记得很多宝宝 都会去说 下半身的摆折裙 或者是半裙 会担心胖嘛 担心胯大 所以我就把那里面也改了 然后昨天有一个宝宝说 他们在淘宝上搜了同款了 然后除了网红店 有卖这个彩虹裙之外 还有别的那些店主 卖彩虹裙 是照原版一笔一做的 然后他们看到买家秀 看到模特上身图 就超肿 确实是 那个裙子 原版放那里很漂亮 穿上身超显 屁股大 因为它里面也摆着 外面也摆着 就很厚 带大青链子 小哥哥 没了解什么事 而且我们是照着 那个原版的 那个外面的猪片 一模一样定做的 所以做了太长的时间了 不然早就上了 本来是想计划在 那个5月13号上来 后来店长说 把它提到前面来 因为觉得再不上了 很多店都要上了 而且我们又是那种 我又是那种 特别傻逼的那种 一定要把衣服 做的跟原版一模一样的 然后价格成本死贵的 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低价 所以说 如果放在后面 更多人卖的话 更卖不掉了 所以提到前面来上了 对 我们家衣服就是不太大众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山山啊雪梨啊 他们的衣服都很大众 而且便宜 你们都可以去买 这个日常穿穿的 看我们家很多衣服 就真的是你可以放在 一处里穿很久的 我们家的老粉 给我发私信什么 都是说我们衣服 放三四年都不过时 拿出来就狠心 因为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我追求的就是 有这样效果的 所以我们店不是那种 跑量的就是 那种店铺 就是真的蛮挑人的 我也自己承认 却是蛮挑人的 但我觉得 你得让别人记住你吧 你不能说 你看他们卖的好 然后你也做那种衣服 可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去那些店里买那些衣服 也不一定会把钱分给你 而且我们家 我的要求做那些衣服 都是也要做品质好的 那同样让你们不懂的人 看起来差不多一件衣服 然后我要比别人 贵个一百块钱 五十块钱的 到时候要说 我还不如直接做那种 就是复杂一点的东西 我在吃 蒜小火锅 那已经吃完了 要换一下模特 模特是我自己 完了完了完了 我知道到了你们的批评 我这两天真的也都在找模特 对 我爸爸的皮肤好 刚刚我的皮肤没有 我爸爸的皮肤好 因为我太早就开始做模特化妆 什么的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化妆是那种 明映是不是 而且是隐楼用假明映 然后皮肤 那时候我 我这个线 想起来真的好后盼 就是 皮肤超级超级的好 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我那么鸡蛋壳一样 剥了的那种皮肤 让他们用那么 差的东西在我脸上涂涂涂 都怪那时没钱 要挣钱 我爸在刷那个全民K哥 我和我妹都喜欢你加衣服 比心安妮哦 我每次这样子一点都不 我跟你说我今天 连护肤品都没涂 我妈催着我赶紧下来吃饭 狂催我 然后我就 刷了个牙洗了个脸 然后我就没涂 我现在有点扯住 就去干 我整牙还有 我现在有点 有点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 然后就是因为我整牙 你们是不是看我好几年照片 觉得跟现在真的长得不一样 就嘴巴这块特别明显 我整牙的 你看我现在能可以 它能遮住我的 牙上半成牙齿 我以前是 这样子就是 遮不住嘴巴 比现在还要合住 我拍照的时候不是要这样子就 自然状态就是合不住的嘛 有个宝宝说 你能不能现在把嘴巴合起来 然后 我真的合不起来 我以前是更合不起来 以前就是这个兔牙 往前走的 现在它能遮住了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那个美妆店最近太忙了 然后一直在 嗯 试用一大批 就是品牌方给我的 我要重新开美妆店 每次看都能长好多见识 那我尽量多给你们日常直播 我怕你们嫌我废话太多 我现在吃这个我妈 秘方 秘制的这个 五股杂粮 里面有哪些 介绍一下 黑米 莲子 银耳 黑米 莲子 银耳 还有 红枣 红枣 黑豆 黑豆 红豆 红豆 黄豆 黄豆 艺人 艺人 花生米 花生米 等等 等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他们知道我录个视频 你明天做的时候 你明天做的时候 告诉我一下 我录个视频 他们想知道怎么做 这个顺应了 这是我妈做饭的围兜 我在杭州 我在吃的就是营养的 我妈做的 回头我录个视频 我妈怎么做的 真的很好吃 我是那种 以前是 我是不爱吃甜食的人 所以很多 抗糖化这件事情 我是可以稍微 晚一点的 我不爱吃甜食 后来慢慢的 我找的几个助理 她们都喜欢喝奶茶 当然是现在很多女孩 都喜欢喝奶茶 然后 我偶尔会喝一下 但是 她们不喝我也不喝了 然后那个 我妈做这种 这种甜食 我以前也不吃 我这里面是冰糖 金饵是甜的 好的 我会给你们分享的 我护肤的东西 火锅吃完了 芒果 我刚才起来吃饭之前 称了一下体重 是94不到的样子 是 然后 现在可能不值得吧 好烦哦 我刚才有问我妈妈是有哪些东西的 刚才我有说了一下 嗯 好烦哦 还要录个视频给你 我 preserved 是的 我现在吃完还没有去吃 我牙套还有最后三副 差不多还要再带个一个 一个多月吧 这像当你喝可乐 当你找 我想对你好 我从来不知道 有皱纹啊 你几岁了 我已经很 有点年纪了 然后很困固的皱纹的话 去打那个肉毒 打那个打针 医美 打肉毒 上次 我去做热马脊的时候 那个医生 很帅很帅 那个院长 他说 他说他 每年大概三个月打一次吧 因为他表情 他表情做多不多 他说三个月打一次 洋葱浓汤空间 法令纹啊 法令纹我是正常我就用那个眼霜一涂 但是我30了 我个人觉得我的这些纹应该不可能再逆转了吧 只是说但必须要保养 保养是为了让他不会恶化 会让你在你三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比同龄人年轻你知道吗 如果真正想完全立干净 已经改善还是只有一美的 受尖蒸 如果你本身 你肩膀的板 肩膀的板形 你肩膀的形就很好吃 真的因为肌肉的才有用 我觉得受尖蒸挺贵的 我打了没什么用 你不坏脏 你把它睡掉了 费罗加水光啊 我好多朋友也是说推荐我打 但是我皮肤挺好的 所以我就不打这些东西 我就下次打一次热马鸡 我熬夜很厉害 我担心我的脸松了 而且你们每次直播说我脸很大 其实我觉得是我的 苹果鸡下垂了 我脸上有肉 然后它整个下垂了 然后我就打了一下 热马鸡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两万多块钱吧 在行杂的 浓汤空间 哎呀我真的看得我要笑死了 哎呀没事 我刚才你解释过来 我的爸妈都解释过来 我会装的 开足气的事 我跟你们说 我们家衣服很多 真的是很难做的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衣服 在商场你绝对卖上千 你看我们的衣服啊 亚衣工的日报 每天只能做两件衣服 所以你为什么我们的衣服 呃 就是预售时间长 因为它需要很多的工人 虽然我们单不多 但是需要很多的工人 因为我们衣服难度真的很大 你看起来觉得很简单的衣服啊 它真的工艺是你看不见的 就只能 真的是一天做两件 准确来说 平均我们衣服 一个一个 亚衣工一天 只能做1.5天 把这门种植田 糖尿酸吧 宝宝我也想做 那个走点流量的衣服 走点流量的衣服 走点流量衣服 我做的呀 积蓄你们也不买呀 啊 说那个娃娃脸的 那个是买的 然后我跟你说 这期的积蓄都是我的私 卖的也不打地 打脸 我最近看那个电视 给你们分享一下啊 我自己家还没装修好 这个是我以前 做模特赚到钱的时候 买的一个小公寓 我还挤在这个小公寓里 我那个房子是 应该算是 不是好多网红都住进去了吗 我是买的最早的 我买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我是赚的最多的 但我到现在没搬进去 还没装好 我一直我小爸 我爸妈我们一直一起住的呀 然后但是我爸妈不会一直在这里 有的时候会回家几个月这样 哦对不对 我说那个电视剧啊 我看弹幕 弹幕还是弹幕 这好像没有特别多 人看 因为弹幕刷的不多嘛 可是我觉得不得不说 台湾的导演拍的真的很美 就是我是这种拍照的嘛 我就会挺关注那个画面的 嗯 对对 珊珊他们住的那个小区 我买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做网红呢 他们每个人买的时候都用过我 然后他们自己那么早做进去了 疯狂发 像我这个第一个买的人 到现在都没有发过 我们不是我们与饿的距离 是那个 等一下啊 我脑子有点不太好 我找一下 如果爱 重来 如果爱 重来 如果爱 重来 是一个台湾的偶像剧 嗯 因为台湾偶像剧不是你这么多年 没有什么那个了吗 它这个偶像剧就是有点 嗯 是那种 很 怎么讲 是什么风格 就是 它好像讲就是平行空间里 就是你 你在平行空间里的另一个环境 就比如说 男主 我是男主 然后跟这个女主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我们是夫妻 可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我们就不是夫妻 是兄弟 是兄弟的老婆 就是两个世界 它可以存在两个世界 哎呀 林二本人也很美的 林二皮肤也很白很白 然后 嗯 我现在这里是那种买的时候就装修好的这个公寓 因为我自己家那里我还没弄好 因为他们是清装修就山岸他们都直接住进去的嘛 就是买个软装住进去的 我是把那些 等 我是很浪费钱的 我把那些 呃 软装的墙壁有些敲掉重装了 就是相当于把钱给扔下水了 重新装 我刚才前面都在吃东西哟 下期大概是5月13号左右吧 差不多 我好像已经四五年前了吧 还是多少 反正很久以前了 他们 山山他们应该是去年买的吧 已经涨很贵了 吃完了 哎呀好累哦 我头好痛 好困 我吃完就睡药发胖了 火锅底料是那个妈超市买的那种火锅底料 还写着海底捞的火锅底料 没有我买的时候 我买的时候没对还没交付 我买的时候没交付 他们买的时候是已经交付了 电话 房子视频没发过 发过发过那个时候照片 但是是空的 就是没有装的那种 开始 哎对对对爸妈退休了 是的当时他们好多人问我的我说我早就买了 开瓶了我大爷妈 四百瓶左右吧 四百瓶的话自己开店去了 我在家涮火锅是涮的就是最不正宗的火锅 就是烫熟了然后火锅底料的那种 就是我是还蛮喜欢吃就是那种成成都和重庆的那种火锅 我不是之前去美我前年去康小姐去录了一次重庆的美食 然后去年成都录了一次 然后确实还蛮喜欢吃四川的 然后那个我会蘸油碟 以前我我以前我真的不能 就是不能理解 已经火锅很油了 为什么蘸油碟 后来我去了那两个地方之后我才知道 就真的蘸油碟才好吃 你知道吗 真的蘸油碟才好吃 然后他们那边说蘸油碟就是会让你 就是过 就是就是不会很辣 然后反而是挺好的 对解辣的 然后哇我就是爱上了油碟 就尤其是去年我去成都录的那一字 我爱上了油碟 这个质我也不知道 这个质有福气吗 我质很奇怪 你看 顺着一条线的都在这边 这个季节啊 这个季节去哪里旅游啊 春天还没很热 反正三亚太热了 上次我去拍照的 再上一期 哦没做过天照 你看我的颧骨是很高的 你看看到吗 所以你们看到我觉得 觉得我脸胖和饱满 是因为我真的苹果肌下垂了 所以在前面的时候 它一小时就热肚肚 其实你看 是凹腺的 懂吗 是我的苹果肌下垂了 所以在正面给你们看的时候 它到下垂到这了 一笑 铺开了 有泪沟啊 填那个 玻尿酸 哦头好痛哦 真的是大姨妈 真的很难受 好用的防晒啊 嗯 回头我给你们 那个 那个叫什么 下一次出去拍照的时候 给你们拍个Vlog 里面放一下吧 我有点记不出那些防晒的名字 有一些我国外买的 建议 我妈也催我 美妆店我现在是拿回来自己做的 之前不是给他们专业做 美妆店人在做嘛 然后我今天拿回来了 然后我现在没空弄了 好困 玻尿酸几支比较合适啊 这个要问医生 他看你凹陷的程度 我现在稍微小卡一下啊 我退出去回一下 火锅吃完了 小爸在那个公司 不是就是你妈失血过多的那种感觉 很晕 这种感觉 主要是我忘了自己大姨妈 然后我直播啊 什么的特别好奇力嘛 然后就有点累 网络的东西很多都不可信的 我现在这个是我妈烫过热水了 所以就是 很冰是温的 对第七次 因为每个人进来都要问我一遍 我真的头有点不舒服了 我就知道你们要说八戒嘴了 不是因为我妈我吃饭有声音吗 我跟你说真的没有声音 是因为 我直播真的把那个收音 就比如说我现在说话是很轻的气力 但你们都会听得很清楚 就是 他会把那种很小的直播会收音 所以其实 正常吃饭 他们都听不到吃的声音 但我离这么近 他满屏都是 离这么近 他收音 他就是会把这些声音 这种声音都特别大 但旁边这样的人是听不到的 只有我喜欢听巴鸡声 我脾气不好的 我是今天可能太不舒服了 今天显得格外的温柔 你们看那个我淘宝直播就知道了 我动不动要在里面回怼粉丝的 对我化妆不化妆区别蛮大的 区别真的蛮大的 你看我不化妆就年轻一点 化妆的话就会成熟气质一点 而且我朋友一直嘲笑我的鼻孔 在正面可以看到 所以他们一直叫我去把鼻子做一下 但是我害怕 因为就是你看我好多照片和直播都容易看到鼻孔 而且我拍照的时候这块位置啊 我的这个鼻子的骨头这个地方有这么宽 所以他们都觉得我鼻子打不了酸了 就是因为这个骨头真的很宽 宽到啊 你们竟然会看到我拍照侧面这地方 这里都有高光点 因为它真的是太大了这个骨头 然后它如果鼻子 我这样子的形状侧面就好看了 你看这样挺起来 这样就好看了 你知道吗 就我每次拍照的时候就 我批图啊 我不是侧面这样子拍吗 我批图都要把这个鼻尖这样拉过来 所以好多人说你鼻子整了吗 就我要叮叮化拉过来 啊这样的吗 很丑吗 可是我觉得我每次这样子的时候 鼻头都没有人 人家都有鼻头 鼻子看财 我真的有一个朋友啊 也是个网红 但是我不能说人家的名字 他去做鼻子之后 他就开始好了 好得不得了 而且他鼻子做完之后 他说 他是觉得他太大了 然后觉得做的不是很好 还说有空之后再修复 结果就发财了 然后他就没去修复 就还是大大的鼻子 他觉得鼻子可能 这个鼻子给他带来了财运 用鼻子据说改变运势 那要看 那做鼻子的这个人 这个医生他懂不懂啊 他懂运势的话 就会给你把鼻子做成你运势 好的 他不懂的话 其实不是也不行吗 是吧 我同学做好鼻子 真是发了大财 真的吗 真的吗 你说的我好想去哦 你说没啥 他差那个超显瘦了 他说锤的那个高腰裤嘛 那裤子也是我的一个私服 我估计也是不会卖好吧 生气 那么这一期好多 这个是我私服的 也就卖四五百件的 你看像彩虹群众 不是我的私服 你们就卖最多 预售你们都买那么多 这不是我的私服 那只是我为你们买版买的 只是买的 但不是私服买的 概念不同 虽然都是买的 开叉 开叉那个还有一个是 那种浅浅的绿色吧 珍珠吊带上的 我穿的就是围琴 感觉换风格了吗 好看 好很喜欢 你说我店铺这一期嘛 你们觉得换的是什么风格 我感觉我衣服还是那样子 是拍照换的风格吗 还是什么 我们讨论一下吧 你们觉得看起来像换风格了吗 暴文群啊 你们喜欢那个小暴文群啊 不觉得很秋冬吗 小号是肖大哥太胖了 微博搜一下 夏橘色裙子好好看 其实你们真的能等的 现在还没到天气特别夏天呢 这两期衣服好看 这两期 拍照风格吸引人 你们觉得我现在是哪种拍照风格啊 还是这种风格啊 仙女裙 对啊 暴文群配黄蹄 我跟我们那个设计师说一下 那个暴文群真的是我的私服 我冬天的 就是买的很薄的那种皮 但我觉得现在上应该不会卖的好的 我冬天的 对 韩国买了点裙粉色裙子 我打板是打出来了 但是还没生产 因为我觉得长袖了 你们肯定不会买的 对吧 长袖的 那个 我觉得应该你们不会买吧 你们我觉得我们店老是说 显不显瘦 收不收腰 那个 那个裙子就韩国女孩子会喜欢穿的那种又肥又大的 你们肯定到时候要说 我觉得可烦了 一直在说 啊 好显胖啊 怎么什么的 怎么这么大 又长又大 对吧 到时候退货推那么多给我 烦死了 对吧 像我就特别讨厌收腰的款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店铺里所有收腰的都是为了给你们的 我自己从来不穿 我都穿很大的 或者还有一个 我去放小程序卖 你们付定金 你们想来骗我 每次货做下去卖不掉还退回来我都亏死了 没有因为我的屁股有点大 大的有点粗你知道吗 我穿快速的我觉得很显瘦 然后我没有束缚 然后穿鲜鲜的裙子我也是穿那种大的下面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别人就看到我脚踝啊 然后透透鲜鲜的那种感觉 好像很瘦 虽然你们也 prone 我就称了 走得损吗 我全部 Miller 认为是为了 现在两个%, 虽然现在没戴上 我 实在说 记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期珍珠吊带要上的 因为我本来乔宫型是下期上的 所以跟珍珠吊带可以一起的 然后乔宫型因为真的 我们家那种 要照原版做那么多 那么好 然后成本又高 然后再等到半个月以后上的话 担心卖不掉了 所以就拿上来卖了 然后 那个珍珠吊带 因为它还有加色还没弄好 所以就不一起卖了 因为我们用来卖了 那才能够失去 那么更好 所以我们就 跟珍珠吊带 牙一变 跟珍珠 接着 他是这个 叫香蕾 没有 他也有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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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